大家好,我是小编,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耳鸣耳龙耳背是中老年人最常语的耳机 所以今天小编就来教大家一些简单使用的偏方 帮助你缓解这些症状 在中医里认为耳鸣是由于耳部气血不通 经脉阻塞而导致的 那么中医就建议大家可以利用白醋洗脚 白醋洗脚能够缓解耳鸣耳朵嗡嗡响的情况 建议耳鸣的朋友每天早晚找个安静的地方 按住耳瓶,5秒后放开 这样一按一放30次 然后再自上耳下按摩两侧耳轮 每次做15分钟 再加上,睡前可以利用牛西当归煮水泡脚 但是由于这种汤药比较昂贵 所以小编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利用白醋代替 直接将白醋倒进热水中 水烫时把脚搁在脚盆边熏 温度降到35-40度左右 再伸进盆中搓洗 同时按摩脚心 这样就可以很好改善耳鸣的情况了 而且因为耳鸣而睡眠差的人 还可以吃点单身粉就有助于改善情况 此外,如果你是因为耳鸣而导致听力受损 尤其是中老年人 那么小编推荐大家另外一个小方指 也是泡脚的方法 不过利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利用银杏叶100克 葵花和菊花各35克 单身22克 煎成药叶 倒入1500毫升的开水 然后泡脚每天两次 再搭配一个食疗方法 那就是紫菜蛋汤 每周吃三次就可以很好改善 由于耳鸣导致的听力受损的情况了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由于有些老年人 会将尘世绿化袋中中有的银杏灵 将它们的落叶捡回家泡茶喝 但是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银杏叶是不能直接泡茶喝的 否则会产生神经麻痹等副作用 利用银杏叶泡茶一定要咨询医生 银杏叶是需要经过泡制 不要把银杏叶当作补品泡饮 有过敏的人还要慎用 最后银杏叶可以煎服或沸水冲泡后服用 但是小编并不建议大家长期服用 再来就是耳聋 生活中不少人会碰到耳疾 表现为单侧或者双侧耳部不同程度的渐进性 听力减退直至耳聋 伴有耳鸣耳内闷塞感 对半数病人伴有熏晕耳心急呕吐症状 这是神经性耳聋的表现 治疗神经性耳聋 清代明医王清润 成创一方 通气善 行气活血 调畅机体作用的偏方 那就是利用紫胡相伏克30克 穿胸15克 将它们年为末 早晚开水冲浮即可 不一样的耳机中医推荐大家 利用不一样的偏方来治疗 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 选择适合的方法来治疗呢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